黃金10秒 記得造情 留言、LIKE和SHARE 今天的投票是投票4號 相信都會有一番龍爭虎鬥 Hello Hello 2020年的4月10號 歡迎各位來到今天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天這個萬迷早晨節目 我自己覺得相當有趣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說 究竟班奴、菲蘭迪斯和普巴 如果他們一起下場的話 會搞成怎樣呢 他們可不可以共存呢 很多朋友都會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 大巴拉今天想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說說究竟這個情況會是怎樣 首先我想要跟大家認清一些事實 究竟他們兩個有什麼缺點 因為他們兩個的長處 我想我就不用多說了 他們兩個的缺點 我想就是我們怎樣可以 在兩個一起出的時候 做到一些事情 去令到他們的缺點掩蓋了呢 但是我想我們討論問題 一定有些前設的 有些概念 因為如果我們有些前設 不定立好的話 很多事情討論都沒有意思 例如 我們一定要有個假設 有個前設就是 普巴是有心留隊的 他是有心為萬連踢球的 因為很多朋友一討論這個問題 就說普巴都打算走的 沒有心踢 其實已經不需要討論的了 這個問題 如果你根本上覺得普巴一定會有心走的話 你就已經不需要再研究 或者不需要看這段影片 但是其實 就算你覺得普巴一定走的話 你也可以看這段影片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這段影片主要是說 我們打兩個比較進攻的中場的時候 怎樣打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普巴一定走 我不理他了 我不當他在這裡 都不要緊 你可以當那個是Medicine 即是James Madison 你那個 或者你當他是維拉周八豪 Jack Grealish 都可以 因為我這段影片主要是說 如果有兩個進攻中場 究竟我們會怎樣做 但是我現在 當然 我現在說的都是為普巴和 班奴這兩個球員 作為核心的一個說法 另外就是球隊內部 都是一條心 另外一件事 很多朋友就說 球隊裡面那麼多山頭主義 大家都不會為大家踢球的 又是那句 如果你覺得萬連的 在球隊裡面 是散沙 散沙一盤的話 這個問題也是不用討論的 因為為什麼呢 當球隊裡面散沙一盤的話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對球一定是死定的 不需要踢都可以 所以 希望大家明白 我起碼在這個討論的時候 有這兩個前設 這樣 OK 接著我們討論一下 普巴 即是被我們看到的一些弱點 這樣 重點來說 就是很多時候 他在中場 撐球太久了 以及一被對手壓迫的時候 就會脫球 這個是去年特別明顯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這件事 大家要想起一點點 有伊巴在那一年的普巴 他是不是那麼容易脫球呢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比我的記憶之中 其實有伊巴在在鎮萬聯那一年 其實普巴又沒有那麼多失球 這個大家要留意 但是沒錯 普巴走了之後 尤其是完全離開了 第二年的盧卡古 即是上一年 普巴真的失了很多球 很多時候被對手壓迫 就會脫球 也都是今年他未傷之前 也有少少這樣的情況 但是沒有那麼誇張 最誇張的是去年 年中年尾那段時間 基本上很多時候都被人逼脫 而且他真的撐球很久 令到對手有兩個 甚至乎三個人去逼他 OK 這是情況來的 另外一個就是他防守力弱 這樣 這個就是 我自己有這樣看的 普巴是否不懂得防守呢 肯定不是 為什麼呢 他打法國那一隊的時候 他絕對懂得做防守 只不過就是 我覺得一個球員 如果你做防守 就是 你那個一刻 夠不夠集中精神 我自己這樣看 如果一個偏向進攻的球員 如果你要他長時期做防守的話 他的防守意識可能有鬆懈了 就令到被人覺得他的防守能力是弱的 如果他需要做防守的時間 沒有那麼長的話 相對 可能他能夠更加集中一點 會讓大家看到他的防守力 是會強了一些的 這個呢 我自己覺得 接下來如果他跟班奴 或者兩個公眾一提尺 的時候 這一點肯定會有一個影響 好了 看看班奴的弱點 很多時候 隊友就未能夠配合 因為他那些 尤其是 向前的直線或者斜線 很多時候 隊友就意回不到 我們都看到 雖然後來就已經好一點 而且他十次裡面 可能有兩三次意回到 那就會有機會造成入球 但是很多時候都意回不到 所以就有時候 浪費了球 亦都相負相成 向前全球的準成率低 這個亦都是跟隊友未能配合 是一個類似的一個論點 OK 另外 都有朋友就會說 班奴的防守力也是弱的 又是那句 我們都不是未見過班奴的防守 其實他絕對是有一個 OK的防守能力 你說他是不是很強呢 就未必是 但是他的防守能力 他絕對不會太過離譜 即是不懂的 即是不懂的 我想他比阿爾斯 好過阿仙奴的 好過阿仙奴那 好過阿仙奴的 這個就是情況 這樣 我就想跟大家看看 班奴來了曼聯的一個月之後 究竟他們為曼聯帶出來的一些什麼改變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場上指導隊友走位 這個我們很多場比賽都見過 很多時候他在場上高指手滑腳 告訴隊友怎樣走位 當然他保持球的時候 做進攻的時候很難做到 因為他拿著球 而且他那一刻指手滑腳 對手的防守球員都見到 所以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不下一次 已經很多次見到 當進攻完成之後 他們一起回防的時候 或者球賽停頓等著撿球 或者等著角球的時候 他真的會拉著球員 拉在一邊說 即是馬上衝過去 馬上跟他說 這個很明顯地就是 就是普巴傷了之後 班奴來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說 班奴是很願意指導各位的隊友走位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好了 第一點 馬迪的啟示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馬迪 尤其是去年和今年 班奴未來之前 其實馬迪今年已經改善了 我們經常跟他 其實起碼我 跟普巴有個類似的情況 就是經常保持球很久 保持到對手幾個人來迫他 他都還未交出球 但是今年來說 就算班奴未來之前都改善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有人給了 他很清楚知道 隊友在哪裏 或者會走過什麼位 他就可以快點給出球 這件事我覺得 今年的馬迪的改變都很明顯 為什麼今年他又踢得好一點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因為他 在防守方面 看球路那些 一直都是OK的 但是很多時候 我對他的評語就是 對呀 很多時候他防守的時候 拿到球 然後交不出去 結果被人逼掉 那是撐得太久 但是今年明顯地 我經常都說 你交不到球出去 其實是兩件事 除了你自己撐得太久 其實隊友也要有個位子 給你交才行 對嗎 這隊友其實是在那裏 動棋的 說真的 所以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亦都可以顯示在普巴的身上 就是說 普巴其實如果 如果復出之後 他們隊友 由於經過 班奴法蘭迪斯的指示 或者一些教導 場上的教導 當然 我相信在訓練時候 都會有很多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話 隊友的走位醒了的話 肯定普巴交球出去 就會改善到 即是說 可以令到 他失球的情況 減少 另外 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現在看看 這個是我心目中 我心目中 如果普巴加班奴法蘭迪斯 在這裏的話 那個踢法 其實跟現在的踢法 都是差不多 其實都是 這個等等 這個要 都是踢回 這個 433 都是踢回 這個433 不過 前線三個 我就會 Marchier 或者伊加路都可以 踢中間 然後左邊 拉斯福特 右邊 那433 就是普巴和班奴法蘭迪斯 和 Flash 當然 普巴和班奴法蘭迪斯 會踢前一點 而左邊 就是偏向 普巴 右邊就是偏向 班奴法蘭迪斯 而兩個集位球員 都會 偏向 向前一點 當然 如果我們進攻的時候 麥加亞 或者馬古尼 以及拜利 或連特洛夫 這次第1個 都會壓前一點 在下一節 我就會慢慢講解 我這裡所講的 梯形反轉再反轉 是什麼 OK 不過下一節先講 現在我想講什麼 我們剛才講 普巴 其實他是 例如想傳送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上一屆 拿著球 普巴很喜歡 在這些位置拿球 可能當時 球員都沒有什麼走位 所以他拿著球的時候 他能夠傳送出去的 範數很少 但是 當 班奴法蘭迪斯 來了之後 很明顯 他除了 如果他想向前傳 他除了可以傳給 這三位前線的隊友之外 他多了個選擇 就是傳給 班奴法蘭迪斯 就在他前面 即是說 他向前傳的選擇 其實是 起碼多了一個 再加上 剛才我都講過 班奴法蘭迪斯 來了馬聯之後 講了很多關於走位的事情 我覺得 只要他和普巴 溝通得好 他的走位 即是 班奴法蘭迪斯 教其他球員的走位 絕對 普巴是可以適應到的話 他找到 打擊 去傳球 的機會 大了很多 OK 相對 我們剛才說普巴 打球太久了 但我們現在的解決辦法 就是 我們走位做得好 的時候 他就容易交到 再加上他多了一個 班奴法蘭迪斯 可以交球 那就簡單了 大家不要忘記一點 班奴法蘭迪斯 班奴法蘭迪斯 是比較和普巴近的 因為如果普巴在這裏 拿到球 班奴法蘭迪斯 可能都是這類的位置 他傳送的距離 是比較短的 所以普巴除了 前面的三位 比較遠一點的球員之外 他更近一點的選擇 就是班奴法蘭迪斯 所以這個我自己覺得 就可以一定程度上 解決了普巴 好球太久的問題 好了 反過來 班奴法蘭迪斯 通常就大約在這些位 或者他有時候在左邊 都沒有頂 但由於普巴基本上 押著左路的話 我想班奴法蘭迪斯 打右邊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又是那句 如果當班奴法蘭迪斯 拿到球的時候 普巴就會在後面上來 這樣 班奴法蘭迪斯 我就說 第一 他之前那件事 就是那個走位不夠 但問題是 經過這麼多 一個多月的模合 其實我們看到 前線的走位 對於他來說 相對來說已經是 好了 這個我自己覺得 只有繼續改善的空間 再加上 普巴 就在這個時候 就是在後面 衝上來 是吧 普巴是會衝上來的 那就是說 話來講 如果是班奴法蘭迪斯 如果是他現在 在這個位置 保持著球的時候 他除了好像可以 之前那樣 比前面 那三個球員 他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後上插入的普巴 那什麼意思呢 又是 他之前我們說 隊友未能夠配合 還有 他很多時候 向前傳 會失球 說真的 原本只有三個選擇 但這三個選擇 慢慢踢下去 會改善的 那個準成度會準一點 大家的默契大了 再加上 如果我們打多一個攻中的話 普巴是會在 他身後少 他肯定 和法蘭迪斯兩個 就是普巴打後少少 但他會 即是 當我們建立好的時候 普巴就會衝上來 那變了 又是那句了 他又是多了一個點 班奴法蘭迪斯可以傳播的 那變了什麼呢 就是說他傳送的機會 本來只有三個 現在變了四個 說真的 如果有百份 如果用百份比來講 加了百分之 即是三十三 因為本來三變了四 所以 無論我剛才所說 普巴在後長少少 拿著球 需要交的時候 他會有多了一個 比較近一點的 班奴法蘭迪斯的選擇 之餘 當 班奴法蘭迪斯在前方拿球的時候 也有一個普巴會 將會向前接應 無論是誰拿到球都好 他能夠傳球給自己隊友的機會率 都是增加了不少 我講的是 只是前線的五個球員 你交後永遠都有交後的選擇 說真的 但是呢 我就是所說 他們兩個一起出球 的確是有交球方面 傳送方面 剛才我們所說 他們兩個分別的弱點 都是有一個改善的空間 OK 這一節來到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太長了 如果再講下去 又過了二十分鐘 下一節先跟大家講 我所講的 梯形反轉再反轉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OK 暫時這麼多 我暫時這一節 應該就兩點出 那麼 跟著那一節 我估計大約是 下午的六點至七點出 大家請留意 大巴的梯形反轉再反轉 究竟是什麼弧路買什麼藥 OK 這一節是這麼多 一會兒 對 一會兒 明天 超級 一會兒 旅行 兩人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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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 二人 一會兒